大家好 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我們這個頻道主要是要跟各位觀眾朋友們分享 各種弱電的相關知識 以及我們在生活當中常碰到的弱電相關問題 我們還會提供我們的解決方式 那我們到底什麼是弱電 顧名思義就是電壓低 電流小 功率小 就屬於弱電 像我們常見的電話系統啦 像是電腦 手機 網路線 影像訊號 廣播系統 甚至 安防的監控系統都屬於弱電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DIY製作網路線 那我們已經有把我們要DIY製作網路線的工具跟材料都準備好了 就是各位看到我們桌上這些工具跟材料的部分 那我們一一來為各位做說明 在我們各位 桌面上最右邊這邊開始 我們第一個會用到的就是我們的 波線鉗 再來會用到我們的 寫口鉗 那當然也會用到我們的 網路線的一個 水晶接頭 以及他的保護套的部分 那當然 再來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 網路甲 好那網路甲我們有分 單獨直接加網路線 網路線接頭的網路甲 以及二合一 可以加網路頭 以及電話頭的網路甲 再來還有我們的網路線 也就是今天的主角 網路線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所有的線都做好之後 我們還需要用到一個 測線器 來測試 我們 今天做的網路線 是不是可以正常做運用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進入 我們的 網路線DIY的實作部分 好那我們第一個動作的話 就是我們需要 首先準備一條 頭已經 剪掉的網路線 那再來就是把我們這個保護套 直接套進我們的網路線裡面 好那 接著 在這距離差不多 3公分左右的距離的地方 用上我們剛剛跟各位說明的 這個波線前 好 那波線前的部分 我們把它壓下去 前面會翹起來 大概3公分左右的地方 我們 插進去 插進去的部分的話 建議各位可以插在第3個孔 第3個孔 好了之後 我們就這樣繞一圈 OK 拉開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直接把我們 外皮這個線拉掉了 那我們現在的話 把皮剝完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它這裡有這個 鬚鬚的這個線 現在我們把它拉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用斜口鉛 直接把它剪掉 OK 斜口鉛剪掉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4對網路線的部分 那我們就要把這些線呢 全部把它順好 OK 那我們順好的部分的話 待會會告訴各位 它有一個它的順序 那我們順好之後 就要像現在看到這樣子 我們要把它 拉好 把它往前拉 因為它是腳線會有點 彎彎的 那我們要把它拉好 把它順好 像這樣 那我們順好之後 再按照我們的順序下去做 排列的部分 那我們接著就是要把 網路線的 這8條心的部分 按照一個 顏色的順序 把它排列完成 我們有個口訣 從左到右的話 是白層層 白綠藍 白藍綠 白中中 我們按照這樣子 排列好之後呢 我們先把它併攏 併攏之後稍微一樣 再拉一下 OK 那一下之後 前面這 距離差不多留 差不多1.5公分 左右的距離之後 那我們再用 我們的 我們的 網路甲 那我們就從這邊 把它 下去 直接一下到底 我們就把它夾斷了 好 好 那我們把我們的 網路線把它撿起之後 再來就準備我們的 水晶接頭 水晶接頭的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裡有個 透明的卡榫 那我們這個卡榫 朝下 OK 那我們插入我們的 網路線 插入網路線之後 往前推 推到最裡面 推進去之後呢 各位要看一下 網路線有確實 它的頭有 抵到前面這個 金屬片的地方 OK 接好之後呢 這時候我們就準備我們的 網路甲 好 網路甲的部分呢 就把我們的 網路線 直接插入我們 網路甲裡面 插進去之後 一定要插到底 然後這時候 網路甲用力按 按到最底 它卡一層之後 OK 我們再把我們的 網路線拿出來 OK 拿出來之後 我們的 網路線就 接完成了 這時候我們再把我們的 保護套 往前推 好 那 翹起來這個地方 對上這個洞 OK 把保護套 直接推進去 這樣子 我們一個 網路線 的接頭就完成了 我們網路線接好之後 我們就要準備這個 測線器下去做測試 看看我們剛剛 做的網路線是不是正常 可以做使用的 那測線器這邊有個開關 我們往旁邊推 讓它變暗 Power燈會亮 會亮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 上面有兩個網路口 OK 我們就把同一條網路線的 兩端的網路頭 把它接上來 接上來之後呢 正常的網路線會像這樣 1跳到8 另外一邊也是從1跳到8 這樣代表我們這條網路線是正常的 我們成功了 那如果說假設今天 你接的網路線呢 是沒有接好的 那我這邊 舉另外一條 沒有接好的網路線 讓各位看 一樣同一條網路線 我們把它接上去 那各位可以看 左邊1到8去跳 沒問題 那右邊呢 1到8的時候 7跟8 有沒有先跳8再跳7 OK 就代表我們這條線路 其中7跟8這兩星是接錯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把頭 剪掉要重做 讓我們針對實作的步驟做一個重點整理 首先第1 我們要在 實作之前套上保護套 第2 我們要預留2到3公分撥開網路線 第3 我們要整理我們的線路 第4 依照顏色 排列順序 第5 我們要預留1.5公分裁剪線頭 第6 用力夾緊水晶筒 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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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CAT51網路線的製作方式 那當然有觀眾朋友會想說 那CAT6網路線該如何自己DIY呢 你猜對了 我們下一部影片就來分享 如何DIY製作CAT6網路線 那如果有觀眾朋友 對我們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影片的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你的頻道 也別忘記了要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